唐 法诏 上 五台 若大神诸灵思 经文书 谱行二大菩萨 问修行之要 文书语 诸修行们 无如念佛 我与过去皆种 因念佛故得一切种之 事故一切诸法 般若波罗密度 甚甚禅定 乃至诸佛正边之海 皆从念佛而生 这一段故事 我想许多同修都知道 法诏原本是修缠的 他朝五台山 在山上见到一个寺院 金笔辉煌 庄严无比 看看外面的饼 大神诸灵思 他就进去 他就进去了 里面正在讲经教训 讲经说法 文书菩萨 菩萨 他坐下听心 听完之后 向菩萨 向菩萨请教 问末法时期 众生更新 不如过去人 修什么法门能天就 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就告诉 修念佛法门 你看文书菩萨讲 诸修念佛门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都不如念佛 那么菩萨自己说 我与过去皆种 因念佛故 得一切种之 一切种之就称佛 佛所振得的智慧 叫一切种之 声闻中 得到的智慧 一切之 阿罗汉跟辟之佛 所得到的是一切之 知法宗相 菩萨所振得的 叫道种之 叫道种之 阿罗汉 这一切相是空 佛常讲的 万法皆空 一切又违法 如梦欢泡影 这是阿罗汉 辟之佛真的 所以他们能不着想 但是这一切相 这差别相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 是什么因缘神的 这个阿罗汉不通 菩萨 菩萨知道总相 也知道别相 所以菩萨的智慧 超过阿罗汉 但是菩萨 这个差别相跟总相 语言不过来 佛真的了 佛真的一切种之 一切之 跟道种之 是一不少二 这是佛真的 所以一切种之 就是佛之 得一切种之 这就是成佛了 在华言间 粗诸以上就真的了